香港的所謂的核心價值 他們經常講的 都是言論自由 但是我會去看 例如現在香港的新補選 一人一票 有多少個香港人來到加拿大 做過加拿大公民 享有這個投票權 而是有去投票的 我最近心想你回到的一次 好像20%都沒有 那次不算 那次不算 那次 那次 他可以喚醒一些不去投票的人 現在在加拿大本土多不多 知到要去投票的人是多了 真的多了 比起上一屆 但是真的不珍惜那票 不珍惜那票 而且我覺得 我真正的感覺到 不像大家說言論自由 我知道 但是很有趣 難道不少 我看到一些朋友一講開 講開大陸的政策 或者講開中國人的什麼 如果政治的話 大家不要這麼說 或者叫你不要這麼大聲說 是有這種自己不知道做什麼 你在加拿大的 不要這麼大聲 不要亂說 好像中國一定會分錢給你的 你會覺得有大展權腳的機會 這個感受最深刻的感受就是 八九文雲那時候 那時候發生了事之後 就去中國領事館 遊行 那時候你真的聽到有人說 小心點 大家不要遮住 拍照 是七號算帳的 所以現在我覺得 這個情形 我不知道日後會怎樣 你感覺到 不知道 我看到很多叔叔 就算有一幫人在聊天 就算有些人 好像自我 因為自由是什麼 你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現在你所謂的 有限度自由 我覺得這個情形 你自己不知道去到什麼場合 那不是的 你好像剛才有唐唐這樣 如果你豁出去 你什麼都可以說 是 因為你還有機會 是的 還有手臂 還有手臂 那個自由 就是你去選擇 你還賺不賺工錢 那些叫太子黨 是的 太子黨 就是說 還賺錢 乖乖的 但是太子黨 在這一刻我覺得 田北真算是這樣的 算是這樣的 大家覺得 如果你是 反過來 有一點良知 他們最終來講 頭霸票 旭敏又是頭霸票 旭敏又是頭霸票 旭敏有多少人討他們 然後 這幫田北俊 詩詩文文 其實到最後 他們就是頭霸票 所以他去了一個位置 他起碼有個共同 有班人是 不是 我們已經決定集體支持誰 是的 有一群什麼黨什麼黨的 那群 我發覺和凱英年的 和理念很相同 所以我們全是 全票投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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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講講第二個題目 最近孝國有留意 孝國原來都頗留意香港 一些時事發生的現象出現了 那就是和警隊有關係 是啊 New York PD 是 最難留意到 香港有一群 叫做愛港力量 有一群退休的警官 就是 組在一起的 話說 就是 我們長毛 去衝擊這個體股機制的時候 就 刑事誡壞了一些事情 最近大家都知道 判了兩月 那麼 而這群 愛港力量的 退休警官 他們只不過是想表達一件事 第一,你們去示威不是問題 但當你犯一犯,你應該要受到處分 而且他們經常說執法人員做事不對 這些維護愛國力律就是想他們示威的時候 不要有那麼激烈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犯一犯,你應該是接受法律制裁 你不要經常去灌輸知識 我這樣去做就是對的,不可能的 反正就要制裁 怎麼可以說警察做事不對呢? 反過來說 另外一個,我們現在看到一個 某些朋友說這位叫做聖閃的 退役的 大家覺得他那一刻 這個叫做黃洋達,就是人民力量 是 賣Radio那邊 那天就發生了一點吵 就叫他不要那麼激烈 但是他就說你們是不是收了錢 你看到那位在右手邊拿著麥克風那個 那個就是特退的警察制裁 你說這些現象,這位閃警頭 是 大家覺得怎樣呢? 譬如說 首先你覺得長波那種表達方法 或者是 有一班叫做人民力量 或者是社民連 這種表達方法 會不會令到警察那樣東西 你自己覺得 首先 他們出來這樣叫,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有什麼刑事委會 太激的呢? 我也不贊成 我覺得社會上應該是有不同的聲音的 沒錯 尤其是中國人 中國人最核心的價值就是 國家自信門前說 沒有人敢出來說話 對嗎?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有些這麼激進的 受過西方思想的人 肯出來 講不同的聲音 讓別人 喚醒了香港人 其實 咦,我有其他的選擇 或者我的核心價值是這樣的 原來 普選 不可以 我們終於50年之後 變成共產的 是要有分別的 我可否提出一件事 就是和Sieven 和你研究一下 或者和警官談談一下 其實大家的目的呢 我覺得 為什麼會吵架呢? 通常人會怎樣吵架呢? 就是你的目的和他的目的 大家不在同一項項上 你是看到他那件事 不順眼的地方 就是他說 哇,你賴我們警方 抹黑到我們警方 好像我們其實是想香港好 最重要是自安 就是平平安安 搞得好像很大緊張 又火燒 好像人家這樣 很難去 就是暴徒那樣的行為 好像暴動 是的 但是呢 反正我問你一個問題 Seven 或者問一下 你有沒有試過有一個 你不認識的人 進你家裡搞亂當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 你會不會反應 還沒開始搞亂當 就把他踢出去 就把他踢出去 我就想提出這件事 我覺得有一點點 這是我個人觀感 其實你看到 旭敏也好 社民連 或者一群很激 的人 就是比喻著 好像你的家 他看見 這個就是香港的家 很多人 其實我們也說過 剛才我們上一個話題 就是 在找食 只要我找食 香港核心價值 找食 每個人找到食 找到食 但是這群人除了找食之外 我們看到很多人的 就是他可能就沒有了 香港的言論自由 甚至乎你有香港言論自由的時候 就是有控制性的 甚至乎有人會被人 你幻想一下 如果當你說話 你別說 平時一般市民不說 但是你開始批評 有人看到你的時候 你是會被人拘捕的 會影響你的下一代子女 或者他們會派人過來 加拿大抓我們 是的 那你的時候 就好像入了你家 你不可以做這件事 再加上 如果他們這樣說 曾經討論過 會出兵 或者是出警察的時候 那時候你不緊張而已 有些人家是很緊張這些事情 我明白 大家論點不同 因為呢 現在我們經常說 你宣洩怎樣去示威 不是問題 但是你奉公守法去示威 沒有人會干擾你的 你喜歡 也好 扔車也好 不傷都沒有問題 扔地上沒有時間 即是說傷人那一刻 就是衝撞那一刻 沒錯 還有你去推撞 去撞爛到門 你撞爛到門 你撞爛到門 就要被人拘捕 是吧 沒有可能的 制度是這樣 制度是這樣 大家要奉公手才對 你又不可以說 你為什麼要拘捕我 為什麼要拘捕我 我都是為你們為大家 對 然後我們反過來講 其實那一班很激的人 其實不應該去撞那一班警察 其實那一班警察 我經常覺得 所謂的事情就是 每一個機構都是 就算你 就算你 就算講你人民力量都好 你都有一個理念 接著就會去執行 那一班警察就是要執行 他們的上司的命令 但最慘的是 為什麼呢 他們可能某程度就說 你現在看到了 你的上司 上司就叫做特首 原來是這樣 他的命令裡面是有一個偏師,甚至有另一個目的,不是為香港的,或者是有一個更高層次,就是要執行別人叫他做什麼的時候,他看到那種執行,他的氣不順的 那我不同意,因為別人叫他執行的東西是香港的法律來的,不是,我現在在說那樣東西,他感覺到這個,如果他們不去衝擊這件事的時候,將來就會有一件事說,我什麼都奉公守法,你說什麼,我很鮮明 那什麼都看著不行,那斯文到大家都覺得,每樣都可以的時候,那我已經進了你的家了,但是你都溫溫純純是最好的,但是當你一齊走出少少界的時候,他就周了你 我想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恐懼香港將來,成為好似中國那樣,什麼莫里花革命那些,你想想,都未爆就已經被蓋了,新疆啊,任何那些,未爆就被蓋了 說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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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看到中國有這樣的行為,不是1989年,沒有啊,跟著 那如果真的有人決定,為了繼續很平安,你不記得那些學生原本很平安,說了嗎 說一說就派兵啊,你也記得啊,他們沒有跟警方衝撞,也當時沒有跟那些兵,他們就是害怕有一天,清場 當然,我當然知道最前市的兩個人就很慘了,他們兩個都為一個好的理念去爭取,他們就想你平平說,大哥不要弄傷,你不要弄到我今天回去,他也是為了兩餐的 但是回到去的時候,他覺得你為了兩餐的時候,他是一班很擔心香港的人,你不擔心將來,不要緊的,你未看到,他是幫你緊張了,所以他就要這麼激 因為他正在進入你家,進到後門,即是如果有一個橙,他到了後門,他正在進來,那你當然拿棍下去打他 然後有人說,你為何拿棍下去打他,打死他 那就是啊,陳旺事件,一樣而已 我就覺得會有一點可惜的就是,這一班其實很退役的,好像城市警官那樣,他們是很好義的 但是他又未必看到這班學生長,有點像兩代之間,就是要表達方法 大家那個理念不同,但是如果你說,人民力量他們很奉手法去示威遊行,沒有問題的 你不要去推撞別人,是爛鐵馬,你真的要搖鐵馬,扔東西,那些是不對的嘛 那些是暴行來的嘛 我怕著,如果不公安的時候,譬如說,好了,每個人說,你幻想在立法會裡面 每個人叮的時候,你就說完,好像那天這樣的辯論比賽,叮的時候,你不能再說了 但是你又表達,你太大聲,不想這麼說 當你說一些很不合法的時候,你就會不重的嘛 那時候,如果當你只有一種表達方法,這個就叫了不自由了 我覺得有一點點,大家的觀點不同,最少現在 不如想個方法,怎樣這兩班人可以明白呢? 坐下來,聊一聊,有沒有機會呢? 沒有,坐在那裡,坐在那裡,一樣站在身上叫 然後又打了 首先,你很肯定,譬如有些朋友在那邊,你知道他們沒有收錢 當然沒有收錢,自發性的嘛 因為在香港做公務員,其實都很慘 你看現在這麼多臭屎,原來特首 如果想起以前當警察,你去檔口那裡,或者收個禮物 已經可以抓到了,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時候都很慘 譬如好像這些,我很明白年輕人,譬如你說 但是那種表達方法不是大了,應該這麼說 是,真的就是這樣 不要說收斂一點,還有要在法律裡面做 在法律範圍,你聰明一點,好像一些人,律師不是很堅 在法律裡面很多漏洞 他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譬如就算幫那些 電影都有做的,Godfather,那些大哥 他都可以保釋他出來,但這件事明明有罪都沒有罪 如果你看到一個香港這樣,你可不可以用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不要要央及一些不應該央及的人意,可以把這個項目拿到 就是這樣,如果有本事的話,你不要50萬人,300萬人遊行行行行不行啊? 就是沒有方法,3萬人很安靜的,尚禧的 表達,表達,表達,表達意見,可以嗎? 即是還沒想到一個,即是他們又不夠厲害? 即是他想煽動所有人和他的想法 但是你煽動的話,就是蛤眾取寵,要扔東西啊 為什麼只可以說他們沒想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是的,不要說只是他們沒想到 你想想,一個普羅大眾的香港人 如果他不是用這麼激進的手法 你不會留意 這麼蛤眾取寵的 沒辦法,因為香港人慘啊,要賺食的嘛 大哥,我在洗碗,都是找那百多元人 你叫我去行,不賺那百多元,我寧願去洗碗吧 可能那些人還沒看到他的所謂賺食 我覺得這群很激進的人 如果能夠把賺食的人扔到民主自由 就行啊,那個 strategy 那些人是賺食才會留意 那些人會說,不是吧,這樣會讓我們賺食? 不是你老闆要來唱一首歌才會 不用換 像現在我們西班牙那些地方 你這間超市獨立,我們大買 油站加價,我們全部不入 如果有一天,你死不死呢? 他一定知道的 如果有辦法可以玩到這麼厲害,就好 但其實你要留意 就算雙方國家,有些人怎樣留意 那些叫做G8,你見到呢? 即是很包含地,都是要有人反撤 又是火燒一些儘管 這個事情就是因為陽君效應 因為你人多,那些人就會有騷動 人一定是,人多,你兩個有什麼事呢? 你找三百個人圍在房間裡 你再打你,就這樣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個畫面 其實他們都是差不多的 但我留意到,我這個愛國力量 全部的示威人,復公所法 舉伴是甚麼 他們都說他退休了 是啊 年紀都 我知道了,但他們示威的方法很平靜 所以就沒有人圍了,圍了他 你明白嗎? 那這個香港人的冷靜 不是,就是很可憐 如果那間家是你的,你就會明白 我經常覺得,我不是覺得你要不奉公手法 我也覺得不要傷到那個警察 警察都是人家的兒子 是啊 很可憐,很多時候你見到 他撩到你,真的沒辦法不發火 你是一個人來的 但你穿了警方的衣服,因為房秘馬上不出聲 都很可憐